和向俊賢一樣 即將第一次登上奧運殿堂的 還有標槍好手黃世鋒 有趣的是 他們倆不但是麻吉 還一起前往歐洲一地訓練 而且和跳高的向俊賢一樣 黃世鋒也是32年來 第一位前進奧運的 台灣標槍選手 面對如此龐大的壓力和關注 他又是如何克服心中的恐懼呢 等了整整32年 台灣終於再度獲得 男子標槍的奧運參賽權 而拿下這張門票的 正是過去備受期待的黃世鋒 儘管從高中時期就弥漫全國 但其實奧運這兩個字 對他來說一直有距離感 直到大學時才終於發現 其實奧運並沒有想像中的遠 有想過但是 會覺得他有點遠 有點太遠 所以想想就好 大三那一年我破全國之後才知道 其實我離奧運已經很近了 面對今年里約奧運的83公尺參賽標準 過去個人最佳紀錄82米11的黃世鋒 從去年六月就開始積極拼達標 但從六月過後到世大運玩的比賽 表現都差強人意 太過興奮太過強求 導致成績始終拉不上來 太想去拚了 反而沒有把自己該準備的東西做好 對然後所以 每一場每一場每一場的成績都是 雖然是維持但是都沒有進步 就是一直卡在那裡 那時候就心裡就開始有點焦慮了 就也是會懷疑自己是不是就只有這樣而已 儘管徬徨 但透過前往瑞典一地訓練的兩個月時間 黃世鋒除了利用科學訓練提升各方面的技巧 也體悟到比賽時心理層面的重要性 不下於身體層面 終於在今年五月的日本川崎世界田徑挑戰賽 奮力丟出83米82的個人以及全國新紀錄 一舉拿下奧運參賽門票 談到即將登上這個世界運動的最高殿堂 黃世鋒坦言 過去面對來自各地的頂尖運動員 多少會怕 但現在可不一樣了 他們霸氣吧 然後又加上自己的抗壓性 在那場面可能比較不足夠 對 就會可能會有點 好像焦點不是在我們身上一樣 在日本那場比賽完之後我就覺得 其實我離他們已經不遠了 對 可能在某一場比賽 我可能就會超越他們 一個心態上的轉換 讓黃世鋒投出新的一片天 如今放言里悅奧運 他也喊出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85公尺再創個人性高 現在離85公尺也只有一米多不遠了 對 我覺得在奧運壓力不會是在我身上 因為都會是在一些比較頂尖豪手的身上 所以奧運成績很難講 對 往往都是那些頂尖的選手 沒辦法正常發揮出來 對黃世鋒來說 經歷過大場面的行李和磨練 讓他現在已經能用沉著的心態去迎接奧運 除了要跟自己較量刷新個人紀錄 也要把世界各國的頂尖高手們 殺得措手不及 成為本屆賽會的一大黑馬 我來體育宣傳專題報導 謝謝大家